传统酿造的酱油在料理食物上与化学酱油相比有明显的差异 传统酱油在卤肉时会越卤越香 而化学酱油是用化学香料调制而成 经过温度上升香气反而会挥发不见 从外表看来传统酿造的酱油颜色沉溅成状状 化学酱油则是颜色一致没有变化 而味道方面化学酱油尝起来口中带略有苦味 传统酱油则是充满甘甜的味道 新议员许素霞表示 现在市面上充斥着许多化工调制的食物 吃起来美味实际上却极度的不健康 刘老板坚持用传统酿造的酱油既天然又卫生 是很健康的食材 看着我们这个刘姓老板 他真的是是一个食神 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彩 那今天看到对于酱油的这种量造的一个过程 其实也让我们感觉很轻败 也非常认动 因为在坊间的话 我们或许会买到一些来路不明的这些酱油 这些食材 那吃的不只说会让我们的身体不健康以外 也让我们非常担忧 但是今天看到他的整个制作过程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天然 尤其他也讲求这种卫生非常的重要 议长何胜峰表示 希望民众在烹饪料理时都能够选择天然的食材 这样不只能吃的美味还能吃的健康 记者卢日凯 陆古香采访报导